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89年属蛇的 1989年属蛇的 男的女的啊 女的 好 说吧想看什么 他身上有没有灵性啊 不要多找这样小房子 有啊有啊有啊有灵性啊 经常 突然之间不开心啊 真的真的师傅真的是这样子 有些会没了 我跟你说啊有时候不想讲话 然后呢自己经常啊 坐在一个地方半天不说话 又突然之间呢找出各种各样的话 理由出来讲 听得懂吗 是的 现在身上这个灵性是一个 是一个男的 是一个男的灵性 像个年纪大的人 老伯伯吗 对对对 嗯 要是 他的谁啊 不知道 你问问他 不知道 是他爷爷 要多少张小房子啊 爷爷啊外公啊都有可能 嗯 嗯 啊 要多少张小房子 多少张小房子啊 嗯 五十九 五十九张 好 他人个子 他我刚刚看他人个子不高嘛 嗯 不高对 看到他 对人个子不高 短头发 嗯 他头发有点长欸 还好了 啊对啊还好 嗯 不是太长 我看 他念 他念了 念什么 你讲啊 他念的小房子效果怎么样 因为他说好像 他念了很多小房子 但是效果好像不是很 很好 这样子 就被那个老伯伯拿掉很多了 已经 哦 已经已经还掉很多了 不叫还掉 就拿掉很多了 拿掉很多 为什么这样子啊 就他来要的呀 人家来要经文呀 嗯 嗯 因为他说他以前有采过别的别的宗教嘛 他说 对了 讲说是不是会有影响 对了对了对了 嗯 我就跟你讲了 所以我刚刚看那个老先生 好像有点 有点 有点 不是 不是 不像我们正常的老 老年纪的人 嗯 哦 听得懂吗 这样子 嗯 就这样念了五字九章就好了吧 还是 时候还要再洗 在秋秋南京菩萨吧 嗯 对 就是我们的感觉也是这样子 要做秋秋南京菩萨 对呀 南京菩萨很厉害的 很帮助我们的 嗯 好 南京菩萨法力很大 法力很大 那要怎么跟南京菩萨走啊 你就跟南京菩萨讲啊 消除我身上的业障啊 一门丁丁丁丁 这样子 哎 然后一门金丁啊 让我跟原来的 跟我原来所学的宗教 啊 菩萨们讲一下 我现在学习 令法门一门宗教 一门一门金丁 嗯 然后我们南京菩萨去一打招呼 就结束了这个事情 嗯 好 好不好 办理 等于办理这个手续啊 讲一讲就可以了 好的好的 嗯 嗯,那數啊,月上比例是多少啊? 幾幾年啊,蛇啊? 1989年數蛇的 23 23,喔,這樣還不錯耶 還不錯的,他其實人挺好的,他人不好 對,所以人挺善良,真的很善良 傻傻的 就是傻傻的,我還沒說了,你先說 哈哈哈哈,好嗎? 好了,好了 好,最近只有一個他突然間色的是 黑的,黑的 黑色的喔,所以要穿深色的衣服 對,外面穿深色的,裡面可以穿白的 嗯,好吧 他最近要改,他適合改姓嗎? 改姓啊? 因為他最近有去算,加州說姓好像姓跟名都不太好,要換姿這樣子 我告訴你,姓盡量少改,姓啊 姓盡量少改,因為有一些祖上還沒抄得走 他一聽到你要改他的,你是他的小輩 如果要改名字的話,他會很生氣的 所以 看師父適合改 就是你改名不就好,改名字就好了嘛 用不著改姓的嘛 嗯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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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師父,謝謝師父 好,再見 祝助師父,莫奥奥奥奥奥成功 好,再見喔 再見 好,謝謝 謝謝 喂,你好 喂 你好 師父,你好 你好 師父,你好 太感恩菩薩了,我今天打上電話了 感恩菩薩,感恩師父 嗯 師父,請你幫一個2002年的一個女孩子,属蛇的女孩子看一下 2002年属蛇的,2002年属蛇的,2002年属蛇 好啊,你說吧,想看哪裡 嗯,就是這個孩子是有自閉症和艱嫌 哦,你不要講了,我看一下啊 哎呀,我昨天,今天凌晨做夢,我撿到一個手機 真的打成師父電話了 我告訴你啊,他還會抽筋啊 是的 抽筋很厲害啊 是 我告訴你,那個靈性老在他身上不走啊,這很大的問題啊 師父,這個孩子今年4月份,你幫他看過圖騰 嗯 當時你說他恢復生產,指日可待 但是呢,我們聽了你這個話很受鼓舞 我們也,我跟他爸爸一起同修的 就是我們以後就更加精進 我們沒有以為這個話就是不努力了 更加比以前還努力一點 但是,你當時就是問你,就是他老師隔幾天就發作嘛 你說可能還是要吃點藥 就是回來以後吃點藥,我發現他行為多了 看見了嗎 就是破壞性很大 那這樣吧,你那個,我說的很快就會好的話 你們要加緊努力念小房子 你現在告訴我,你現在我講過很快要好的話 後來你們增加小房子了沒有,數量 我們就是一刻不停的,我跟他爸爸都在給他念 是吧? 我現在已經給他送了有四千五百張了 我看看啊 哦,你們家族裡面有問題了 哎呦 啊,過去,哎呦,他的祖上有打仗了 哎呦 是我這邊還是他爸爸那邊 是你這邊的,祖上 有打仗了 這個我就不懂了 嗯 我都看到一個 還騎馬打仗了,那是很早了 哎呦,這個業障怎麼這麼厲害 跟到現在 哎呦 是,師父你說過他是那個天上的小龍罰下來的嗎 是吧,這個孩子 你看 這個女孩子 哎呦 你要叫他趕快了 繼續念啊,繼續念 而且要求那個觀地菩薩 嗯 好吧,我叫你個敲門 嗯 多求觀地菩薩 嗯 是不是我們家跟觀地菩薩有緣,是不是啊 有的,有緣分的 我夢到過觀地菩薩的 我告訴你 可能就是那個年代吧 打仗 嗯 嗯 我只能講到這裡 有些東西可以講 一些東西不要講下去 你知道了 就是有沙葉,土上沙葉 是 我們自己也造了不少沙葉 那,好了 明白了嗎 嗯 所以就是說他 他就是從7月份開始 就是倒退得很厲害 已經就是到完全倒退回去了 以前就是真的很好了 嗯 我告訴你 任何事情 任何事情都是這樣的 有時候人家說好事不要講 所以師父有時候 你看我一告告訴你之後 你雖然說你沒有懈怠 我可以告訴你,你心裡一定懈怠 或者就是被那個鬼知道了 他覺得你快要還清了 他加緊給搞你 不讓你能夠脫離 還有,師父啊 他在家裡搞破壞 什麼東西都砸都搞壞 甚至把那個門 冰箱門衣櫃門都搞爛掉 這個呢我後來就跟菩薩說 反正我說我受騙的 你搞就搞吧 但是他最近搞起佛台來了 我就天天又在求菩薩 找一個人弄佛台 你的嘴巴不是太好 你現在,你現在好像 渡人的時候嘴巴有 放口液啊 他找到你理由了 他找到你理由搞你的 嗯,那個靈性 哦,那我懺悔,師父 我現在看到那個靈性 只有一個眼睛 還有一個眼睛 就是像蝦掉一樣 很難看的 師父啊,他偷經發作的時候 他就是像蝦子一樣 眼睛這樣一閉一閉的 看見了嗎?看見了嗎? 看見了嗎? 是的 就是這個靈性啊 現在知道了吧 我告訴你呢,你記住了 這個靈性是非常容易找到你們的毛病 為什麼呢?你如果正常的情況 因為你這種本身已經是通過菩薩 在救援等於像人家說在搞特殊一樣的 特殊待遇 如果你當中給他找到一點點 他就不走 他馬上在搞它 所以你如果在渡人當中 在幫助別人 或者你在講當中 或者你有埋怨 說哎呀,怎麼還不好了 怎麼還不好 你去講好了 任何這些東西 只要被他聽到抓到把柄了 他馬上搞死你 過去像你這個情況已經有一個人了 他的爸爸念經驗的 醫生後來,本來生癌症了 醫生後來都說他沒事情了 啊,回去了,沒什麼事情了 很好了 他爸爸回去說 早知道這樣 我也用不著當時怎麼怎麼怎麼 好了 找口業了 一個禮拜發高燒走人 好的師父 現在懂我意思了嗎 聽得懂 聽得懂,聽得懂 你自己好好的懺悔 你到底有沒有口業 我相信你一定會知道自己哪個地方講錯話了 我這個,跟他爸爸這個,對葡萄對您這個現論度是絲毫沒有講 不是,不是現論度 你跟人家講話 啊,或者跟人家講話當中 或者講孩子的病情啊,什麼東西 他也,因為他整天在孩子邊上 你發牢騷都不能發 我就講給你聽 似乎如果說,不是我跟他爸爸發牢騷 如果說是孩子的外公外婆有牢騷的話 一樣,一樣 那我知道 只要你在邊上不講話 或者你覺得硬沉了 好了,你這個業就造上去了 好的,我知道 我反正懺悔 你現在知道嗎 現在知道了嗎 我知道 你造成了兩個老的發牢騷 你就犯罪了 你就有業障了 知道 好了 知道錯了嗎 師父,這個事我懺悔 就是我拜託您一件事 就是,你幫我跟靈性打個招呼 千萬不能弄我們家佛台 不是靈性啊,我才不管他呢 我跟菩薩講啊,你等等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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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你們千萬不要再去講他了啊 我已經看到他的原型了 我不想講給你聽 我已經看見他原型了 因為觀世音普沙一請來 他的原型就出來了 嗯 師父能不能看一下 他之前是造了什麼業障 我們幫他念禮服的時候怎麼懺悔 還是就直接幫他懺悔 他放了業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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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師父,我有 就是這個孩子 我曾經有夢到兩個夢 你幫我解一下 就是跟這個孩子的病有關係的 一個就是 嗯 最後那時候 孩子發電弦 我夢到你 你到我家裡來了 坐在我女兒船邊 然後你手上拿了一個 像手機 又像那個計算器一樣 黑色的東西一樣一樣 你說 我幫你看看啊 他這個自言自語是 什麼問題啊 你做了以後你說 哦 是葉問來了 就是那個 那個李小龍的師父 嗯 然後那個 山東的那個 李偉紅師兄 跟在你的後面 他還進來補充一句 是神的血 弄在山上也不太好的 我就不懂這個什麼意思 正還不懂啊 正還不懂啊 我告訴你了 犯 犯殺戒了 嗯 就是說 就是這個 曾經在 曾經在跟靈性打交道當中 使用過 不當的手段 其實比方說 有的人 家裡知道有靈性了 請了那種 過去說 我們說那種 其他教派的 那些 驅魔鬼 驅鬼 驅鬼神的那種 拿個寶劍來的 聽得懂了嗎 嗯 你啪一下子一弄 他可以把 他們的血都可以弄出來的 明白了嗎 嗯 就是 已經犯血在了 就是跟那些 地府的靈性 結冤了 結大冤了 明白了嗎 好了 嗯 還有一個 就是這次 吉隆坡法會前 我又問到你來 你在開法會 然後你從 法會出來 後面跟了一大堆保鏢 我在後面喊 師父 我一邊哭一邊喊 救救我孩子 然後你突然停下來了 你就對我揮著手說 我救 然後你就跟我說了一句 把孩子這個中藥不要吃了 中藥會在他身上沉浸下來 但是我孩子又不吃中藥了現在 那個呀 那個藥就是的呀 那個藥就是的呀 吃孩子的那個藥 癲癲的 聽不懂啊 就是那個藥啊 哦 就是這個藥要慢慢還是要停掉 是吧 對呀 刺激他 我發現吃了藥 吃了藥就發了厲害了 對對對 哦 似乎是不是是這樣子的 他吃了藥以後呢 也能控制一些殺作 但是以前我感覺不吃藥的時候 他發一次我感覺他人好一次 現在就是吃了藥以後 他就是這個行為太多了 是不是靈性就是不來 控制了他的殺作 他就要再搞破壞 對了對了對了就是這樣 哦 現在你去看 他不會砸佛臺的 現在師父剛剛已經 已經已經 已經 請觀世音菩薩治過他了 所以不會再砸佛臺了 好了 好的好的感恩師父感恩菩薩 好的 你好好年輕了 嘴巴不要亂講了 你的嘴巴口液很重啊 你不要再跟我講了 我都知道 你過去犯過口液 聽不懂啊 整天講那個不好 講那個不好的 哎 不是個好嘴巴 好好改毛病 哎 真的是 知道 好了好了 一定改 好的師父幫你 請你幫我看一下 我給他改了一個名字 能不能用 他原來叫濕梅 濕就是西濕的濕 梅就是一枚勳章的梅 這個名字不好 是女孩子 我給他改一個名字 你改了什麼名字 你改了什麼名字 改了叫 叫那個 獅雲飛 雲就是那個 天上的雲的雲 飛就是那個草折頭 叫做非常的飛 吃雲飛能不能用 不行 你去找一個人改改吧 找一個稍微懂一點的 好吧 這個名字不行是吧 稍微看看五行再說吧 好吧 好的好的好的 雲啊 雲就代表魂啊 雲都飛掉了 哎 這個字怎麼能用 哦雲代表魂 雲不能用是吧 雲飛 飛 這個飛 雖然你是非常的飛 但是你的諧音就是飛掉呀 魂魄不齐了 好了好了 哦 好了好了 好好去找個人改改吧 好了 好的好的 師傅還想問一下 沒了沒了沒時間了 不能了 給人家做了 好了 好好好 感謝師傅啊 感謝師傅感謝菩薩 好再見再見 喂你好 喂師傅 你好 師傅您好 第一次給您請 讓感恩到發佩的官司音符的感恩師傅能打通 感恩師傅 謝謝 請師傅看一個1988年属龍的女孩子 因為發生了很多事情 他這個師兄的孩子走掉了 88年属什麼 属龍的女孩子師傅 嗯88年属龍的 好這女孩子 這女孩子身上有靈性 嗯 是師傅原說過師傅 嗯有靈性 這個靈性 現在在他身上很厲害 嗯 而且師傅啊 這靈性快點把這位師兄都要拉走了 對 對 這靈性 這靈性 我可以告訴你啊 他 他還對菩薩不尊敬 嗯 是是是是 是師傅 您說太對了 他會砸佛台或者是對菩薩講罵 罵的 嗯 嗯 那師傅啊 就是這位師兄吧 那天晚上 就是星期六那天就特別反常 就像跟家人說 你們去 你們出去吧 你們去出去吧 就留我自己在家沒問題 我身體挺好的 還好這位師兄的家人沒有走 晚上之後就流產 然後呢 還好有人 沒有人的話 估計的話 這位師兄還有那個 全走掉了 真的師傅 是啊 你知道嗎就好了 有時候 有時候 人算不如天算的 是的師傅 你身上有靈性 菩薩怎麼幫你啊 嗯 對 師傅他這個靈性還需要多少張小房子啊 他這個靈性 他幾幾年属什麼呢 1988年属龍 女孩子師傅 320張 320張 好的 嗯 那師傅啊 他那個 就是他復刻的有一個子宮肌瘤 他需不需要拿掉啊師傅 幾幾年呢 1988年属龍 88年 他復刻也不好 他那個有子宮肌瘤 能不能拿掉師傅 他現在幾歲啊 88年幾歲啊 29歲師傅 又是一個子 等等啊 長的位置不是太好 嗯 對對對 長的位置會有感覺的 有些人 嗯 子宮肌瘤長的位置沒感覺 嗯 所以也問題不大 對 他有不舒服的感覺了已經 嗯 咬咬就是說疼 對了 嗯 那師傅就拿掉安不安全呢 可不可以樹立的拿掉 他現在念經嗎 念經的師傅 也是您的弟子 嗯 嗯 對 對 看看會不會小一點 我剛剛給他加持了一下 嗯 好感恩師傅 感恩師傅 這就是師傅啊 就是說這女師 這位師兄 對不對 像上次你原來說 家裡頭不能挖有老虎的東西 對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那天吧 他那個床台旁邊 就有一個很小皮的一個老虎牌半斤油 而且這位師兄 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把這個油就放在那兒 他也沒有任何感覺 然後呢一到晚上吧 就感覺後背就像有人抓的一樣 特別的雅 看見嗎 看見嗎 我告訴你 我那天給你看了 我就說有個老虎 放在他們家裡 我可以告訴你 你只要不當心 他可以變大變小的 就沒辦法 對對對對對 師傅您說太對了 啊 就是這樣 所以希望你們要 都要相信啊 不要 不要稀里糊塗過日子啊 真的很 是是是是 是 師傅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說 請看一下這位女師兄的那個 她的圖層顏色是什麼顏色 圖層顏色是吧 對 幾幾年數什麼 1988年 數龍 啊 彩色的 龍倒是嗎 白色的 彩色的 蠻好看的 師傅您說一遍那個不太清楚 彩色的 哦 彩色的 感恩師父 感恩師父 好了 好的師父 最後呢 就請您幫帝子改一個名字 帝子把那名字 選出來了 哦 是吧 對 1985年 1985年 數數的 然後呢 現在的改 就是說 有六個名字 請師傅選一下 第一個叫 宋洪恩 洪呢是師傅那個洪 恩呢是恩會的會 你就講123456就可以了 好的 好的 你自己你自己把名字報一報 然後幾幾年數什麼再講一遍 好的 第一個是宋洪恩 不是 你幾年數什麼先講 哦 1985年數數師傅 好講吧 六 第一個是宋洪恩 第二個是宋洪言 第三個是宋洪佑 第四個是宋洪坤 第五個是宋洪祥 第六個是宋洪宇 宇宙的宇 第三個 嗯 第三個宋洪佑 宋洪的佑 對了 好的 感恩師傅 感恩師傅今天弟子沒有問題了 感恩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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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傅您辛苦了 您保重身體 師傅再見 再見再見 哎 再加一個吧今天 哎呀 前面剛剛那個講的太 長了一點 喂你好 喂喂 喂你好 喂 哦 等一下 是師傅那個 我看一下 嗯 你稍等啊 唉 師傅我看一下 嗯 嗯 嗯 就是82年的狗属女的 嗯 師傅上次反規 他突然腦衣血昏迷 父母給他放生十萬條魚醒過來了 師傅上次你說會留下後遺症 現在命是保住了 就是思維有時候不清楚亂講話 你能不能幫他看一下 看見不到 他身體不受 嗯 嗯 我就跟你說不是後遺症來了 嗯 對的 嗯 他是不是有沒有被人下槓頭啊 師傅 七七年属什麼 82年属狗的 還很年輕了 男的女的 女的 女的 嗯 人家沒有下槓頭就是詛咒他 嗯 詛咒他 他有一件事情他做的不是太好 嗯 人家很恨他 整天在講他 哦 嗯 師傅啊 他經常跟一個幫人感應算命看風水的人在一起 哦 嗯 看見了吧 他 他 他我告訴你 我 我告訴你 他過去供養他 給他很多錢 後來他 不給他 給他少了 聽懂嗎 那個就開始玩他了 啊 就這樣 哦 而且我可以告訴你那個通靈的那個人身上有兩個靈性的很厲害的 哦 嗯 他還之前 就是說 昏迷之前 剛跟那個風水師接觸過 還在他頭上做了些法 看見了嗎 看見了嗎 嗯 你們去玩好了 你們正的不要學 去學偏的好了 多少人啊 去找了什麼通靈人啊 全部出師啊 我告訴你一般惡人的話 他只要他厲害的人 他在你頭上稍微做一個法的話 你一會兒你就昏過去了 醒過來你的魂魄就不齊了 所以你看只有學佛的人 你看只有學正法的人 永遠不做這種事情的 現在明白了嗎 是的 明白 師傅這位同修還介紹很多同修去他那裡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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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風水 哎呦 給師傅看一下他這次夜障爆發 主要是不是這個原因 就是啊 就是這個問題 嗯 好 師傅那他現在 82年狗的這女的 現在應該怎麼做啊 他現在還蠻危險的 其實 這個他那個通靈 通靈人像個妖一樣的 很厲害的 嗯 我看他的 看他像妖一樣 所以不要去講了 我告訴你不要去惹啊 去 人家說啊 真的 全員跟著菩薩也不要跟著小鬼去惹 惹小鬼啊 小鬼你會出事的 好啦快點啊 沒事了 師傅那他這個現在是應該要多少張小房子 怎麼懺悔呢 怎麼懺悔就好好的懺悔啊 這條命啊不知道撿著回來撿不回來啦 他已經被人家在地府裏弄了一個事情了 弄個事情聽得懂不了 嗯明白 師叔他那個小房子應該要不散 記上了已經在下面 記 落上記號了已經 麻煩了 你看 你看這零星厲害吧 跑過來不給他打了呢 你看看看 結束了 卡掉 看見了嗎 所以不要去搞啊 搞了要喘禍的 你現在再來求我也沒用啊 好聽著妹妹今天節目就做到這 感謝聽著妹妹收聽廣告之後 回到節目中來